小小呀 你看呀 这你又快结婚了 这说走 这心里啊 还真有点舍不得 我说小小 你要是结婚了呀 可千万不要忘了娘家的人 妈 我知道 我大姐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你都这样说 我肯定不会忘记你的 有事没事 都会出个时间 回来看看你的 那你这样想了 那就最好了 这样妈就放心了 儿子回来了 这怎么垂头丧气的呀 妈 我给你商量个事 商量什么事啊 说 妈 你看 我这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吗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 人们那边说 她非要在城里买套房 才肯跟我结婚 你说 这我手里也没钱 怎么办 结婚 这结婚是好事啊 你怎么垂头丧气的呀 这咱们家有房子 为什么要搁城里买房子呀 妈 你懂什么 现在的女孩 都想要在城里买套房子 你还是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能跟你想什么办法呀 这咱们家的条件你也知道 这房 城里的房子多贵呀 妈可给你买不起 妈 现在娶个媳妇多难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还想不想要儿媳妇了 你还想不想抱大分子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不想啊 我做梦都想的呢 这样吧 有主意了 妈知道该怎么做了 给你大姐二姐打电话 让你们都过来 那行 你赶紧打吧 喂 桃子妈 你赶快过来一趟啊 妈找你有事 快点啊 好好好 这妈找你有点事 你就别问了 你就快点过来都行了 快点啊 你大姐一会儿都到 好好好嘞 行了 搞定了 一会儿啊 你大姐二姐来了 这事啊 就有个差不多了 行 那我就在这等他们吧 行 妈 你今天怎么回事 这么着急 把我们都叫过来 有什么事啊 有事 好事 哎 小小 这大帅怎么没来啊 嗯 妈 你说大帅啊 大帅啊 他出差去了 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是啊妈 你把我们都打电话 叫过来 到底什么事啊 那好 我也不给你们绕弯子了 我今天让你们来啊 就是 为你弟弟的婚事 给你们商量商量 婚事 这是好事啊 大帅 啥时候谈到女朋友 怎么不让我们见去啊 对不对 没带过来 是啊大帅 这消息人让我们 凑不及房啊 是啊 结婚啊 是好事 但是 妈 还是你说吧 你看你这孩子 这不是人家女方呀 要求在城里 给她买房子 如果不买房子呀 这个婚呀 就不和她接 买房子 那行啊妈 你给她买了 就是啊 对啊 买个房子 不用特意通知我们呢 对啊 你们当时买个玩具啊 那说买就买啊 这妈不是 手头紧吗 妈没有钱 所以叫你们来呀 商量商量是给你弟弟 拿钱的 这钱呀 也不多 你们呀 一个人 拿五十万就行了 妈 五十万 不是小数目啊 你够偏心的 这钱 让我们两个出啊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弟弟以前什么事情啊 都是靠我们 长大了 他女朋友要结婚买房子 怎么这事我们也要管啊 而且你要的钱也太多了吧 五十万 你以为是五块钱啊 你说说你们两个啊 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呀 啊 虽然结婚了 这娘家的事啊 不能不管啊 这再个说了 你就这一个弟弟 你们不帮他 谁帮他呀 你想帮妈男为谁啊 是啊 大姐二姐 我可是家里的独苗啊 你们不帮我 谁帮我呀 大华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还有妈 啊 我们结婚的时候 是说过要帮娘家 但是我们姐妹俩 帮的还少啊 这家里的大小事 不都是我们两个吗 你为你闺女着想过吗 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是啊妈 你今天 如果叫我们来 说这个事的话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 待在这里呢 这个房子的钱啊 我们家是一分点不会出的 我妹妹说的对 我们也不出钱 我说 你们两个白眼狼啊 这妈用着你们了 你们竟然说不管 你们有没有良心啊 啊 今天啊 这个钱 拿也在拿 不拿也在拿 行了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啊 妈 想让我们出钱也行 但是 我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家产啊 得平分 这 闺女想分我的家产 这没有道理啊 是啊 姐夫 你说的这什么话啊 妈 现在啊 唯一解决办法 只有这一个 你想想 都是你的孩子 你说一下让我们拿出来那么多钱啊 要是 没有一点甜头 我们能拿吗 是啊妈 反正 话料上了 你自己好好颠量颠量吗 对 小伯说的对 只有这一个办法 你同意了 我们就出钱 不同意啊 我们就不出钱 那行吧 只要能给你弟弟买房子结婚啊 这家产啊 就你们三个平分 行吗 既然说好了 那我们就回去准备钱了啊 行 走 走 去吧 去吧 赶紧啊 快点啊